所以我自己經歷過這兩次的接見 變了覺得 哇 同志 當時是10億人口的毛澤東自己能夠見到他 我都不會去激動樓下眼淚 拿平常常心來看待 所以那些interview 這些老祖門 假裝鬼扮馬 我就覺得 心裡又欺負了 接著就開聲了 樓下 什麼是期貨 哇 沒聽過 什麼是Commodity Future 不知道 我告訴你 我們是日本期貨公司 現在你來應徵的是日本期貨 既然期貨又沒聽過Commodity 你又說不知道是什麼 你還要不要繼續下去啊 當然要繼續 為什麼啊 他說 我因為哲學認為 世界上只存在未被認識的事物 不存在不可認識的事物 哇 真是說哲學 厲害 那些人當時目睹的口環 頭腦我想要鑽得多好 才明白我說的是什麼意思 然後就說 樓下 兩份工 一份工就1500元一個月 每年給你固定地穩穩定地加薪10% 另一份工抵薪只有800元而已 不過有機會給你博用金 兩份工你選哪份呢 我會選800元後面博字 有機會 那個機會 你想被購買購買購買嗎 我說人生能做幾次購買啊 是吧 現在是購買的時候 失敗為甚麼 我失敗為自己的主觀努力不夠 結果一個客觀的條件不具備 的是吧 失敗是成功之舞 那麼 那樣 哎 究竟是甚麼因素,我說供求,問你私人問題行不行,沒問題 香港九龍新街,任你選一個地方居住,你會選哪裏 我選一個面向海洋環境清淨的地方 面向海洋環境清淨很高級的,你住得起嗎 香港是海島,九龍是半島,新街那麼多離島 香港是海外線,面向海洋環境清淨不一定很高級的 何況我經過努力之後,打好自己的經濟和社會基礎 我都有機會發達的 雖然我現在一跳不通,一無所知,一張白紙 但經過努力,我完全有權一炮而紅,一兵衝天,一鳴驚人 再高級我也有資格去處亂 當頭醒了神 最後呢,就說,你呢,今天我們百多人來院征 我們挑選二十四個 你呢,現在是最後一個來 所以你是第二十四個,藏起來 不過呢,我們看,你可能是一匹黑馬來的 我說,對不起啊,工廠,星期一到星期六,慢慢加班 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都要工作 我不知道什麼叫黑馬 你說給我聽,黑馬和白馬,什麼區別? 黑馬就是說,你看到裡面,好像,不一定很具備條件 但是呢,有機會跑來冠軍那一隻啊 這樣說,哦,I hope so 結果呢,給我一拼書,一看,真是八百元 其實當時我在公共做主管,一個月是一千二元 年尾的時候,有些花紅分,有些鐵士,下環分 軍拉來計,一個月都有一千五元 現在變成日本期貨都沒有做過,聽都沒有聽過 那你想一下,只有八百元個月,那怎麼辦呢? 那我自己想,是吧? 既然那個後面有一個薄勇金的機會 那也好,去嘗試一下,至死定而後生 就變了,就去應徵 但是呢,回到公廠一說,老闆就說,喂,你做主管 要提前一個月,通知我們才行的啊 讓我們找到有接班人,你才可以走的啊 就算走你一個月之後才可以走的啊 結果一個月之後呢 去到那個日本期貨公司報告的時候呢 他們那些這樣的訓練已經結束了 那變成呢,那個經理姓賴的 拿到B在前面發發發的 你自己來到,是吧? 不會有人給你個別輔導,你自己執三 啊,做些事做得好就升職,做不好就炒油 然後去拿去,是吧,是這麼簡單 那這樣,這樣,結果自己啊 唯有怎樣呢 朝了九點,他們是朝九晚五的 朝了九點的時候來到呢 我就覺得東京那裡呢 朝了他,他的八點就是我們九點 所以我每早到8點 我就去到日本企業公司去刨資料 下午5點那班同事去打麻雀 喝啤酒 我就繼續在這裡去賓了鮮飛 去刨資料 去惡保 一直到會計部7點多收檔 要拉大閘了 我才走了 同事平時去向師兄弟偷私 我發覺那班師兄弟做生意 第一他們是靠找熟人 找朋友 找親戚 那時候香港是400多萬人 在1976年的時候 400多萬人我覺得是自己親戚 朋友 熟悉的人是極少數極少數 其他400萬人根本上是汪洋大海 取之不盡 用之不揭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立足一個call call 不是去找所有親戚朋友來做 何況親戚朋友來到樂閘 又不是包賺的 一虧了就7千都沒有做 更壞 變成沒有那麼多的壓力去call call 但是 忘不忘人 如何去找人呢 後來就思考 在香港裏面有很多商會 香港總商會 中華總商會 香港廠商聯合會 現在有會員名錄 有的放肆 定向選擇 另外那些師兄弟就是靠口 說要talking 要靠口才 但是問題是說 很多人呢 你跟他講完話之後 你走到了 人家都沒有一個重心來去思考 去研究 那不行 那我就覺得 應該要寫一份的投資建立書 給人家做一個來研究 研究 有一個好赤才行 第三 他們就 就算是打電話去call call 也好 那又是習慣上 就問人家說 張董事長 明天下午3點 你得不得閒 這樣 十次做了十次 就被人趕一聲收錢 因為人家工作的時間 你問人家得不得閒 當然是不得閒 就是 人家見不見你 你是取決於 你自己主導提出禮 你得閒就見我 你得閒就見我 不得閒就沒有見 就是這樣 死就死人多了 所以我覺得 他們這樣做 完全是 這個 很不合邏輯 所以我後來自己 覺得 怎麼說才對 我就來一個 張董事長 明天下午3點 你在不在這裡 問他在不在 除非你去日本 除非你回大陸 你在這裡就要見我 那機會就高很多 然後呢 那時候 日本期過呢 又有紅豆 又有白豆 又有棉花 又有棉沙 又有玄塘 又有橡膠 又有生鮮 又有乾眼 那些同師兄弟 就拿著風心 掉了一張衣 就好了 一大堆 他自己吃紅豆 他就說 做紅豆 他自己做玄塘 就說 做玄塘 就是 以他自己出發 還要做生意 我做生意 就不熟悉 不做 很多人佔你游泳 我覺得他這樣做 很浪費 就注意 寫信 寫信給人 那寫信是說什麼呢 比如說 我分門別類 如果人家是做布廠的 做沙廠的 你就推薦棉花 或者棉沙 他做同一個廠的 你就寫信去 叫做蘇格 做玄塘 他是做膠鞋廠的,你就叫他做橡膠,他是做絲綢生意的,你就推薦他,三絲,乾淨生意,是吧? 那變成他是做醬油的,做醬油的,你就推銷黃豆,就是這樣的時候,別人耳熟突長,輕車熟路, 這些東西我做了幾十年,熟了的,是吧? 就是要發揮你這方面的企業家的實況精神,是吧? 將你的產品經濟升華到金融經濟,是吧? 插上金融的翅膀,是吧? 那樣子他們就很接受,他覺得不是隔沙買夠,是吧? 覺得做的事是他自己耳熟能長,是吧? 經驗老到的生意,把握性很高的東西, 很快就成為了傳統裡面,是當時仍然得最高的音樂